剛剛有提到有關 我如果想要寫一個拆數字遊戲的話 這個拆數字遊戲應該如何寫呢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一個input 有沒有 那一樣喔 就是請在1到20之間拆一個數字 那所以呢 如果要拆的密重率高比較快的話 當然最好是從中間拆 所以我先輸入10好了 比如說我先輸入一個 這個數字給它按Enter 那它會跑到回圈裡面去做判斷 所以喔 我輸入10之後Enter 它會跟我講說太低了高一點 那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10的這個 這個 我輸入的資料 它會跟RND這個變數比較 那比完之後發現 你輸入的會比較小的話 小於它的話 它會提示你太低了要高一點 所以也就是1到10就刪掉了 所以再來的話 剩下應該就是11到20 所以我們再猜一個 15好了 Enter 它還太低 所以如果再刪掉的話 那應該就是16到20 16到20的話 我猜一個18好了 看看 理論上應該 OK 太高了 所以呢 再刪掉的話 那就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16 一個是17 所以呢 我就猜一個16好了 Enter 還太低 所以你看 其實蠻難猜的 所以 3次要猜對 其實真的蠻難的 至少要 像我已經猜了第4次 第5次的話 應該 應該就對啦 如果17 Enter 還是不對 那 這個程式就有Bug了 OK Enter 恭喜答對了 那 如果呢 我假設要寫這樣的程式的話 該如何寫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以正常的寫法 那我們應該什麼 上面這個 等於是說呢 一個是電腦出的題目 所以呢 電腦怎麼出題 就是兩行 那首先的話 有個敘述我剛剛提過 Import 那Import的話 以Random 指的是外部的一個模組 那這個 你說老師 Random在哪裡 其實Random就已經 Python在安裝的時候 就已經裝在他的 函式庫裡面了 那 可是問題 他沒有載進來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直接載進來 就方便了 我們直接鋪下那個RandomRange就好 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 如果所有的 那個函式庫都載到記憶體的話 那不得了了 記憶體會 變得很大很大 浪費很多啦 除非你電腦記憶體很大 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電腦的記憶體不夠的話 那可能會跑得非常非常慢 所以理論上 Python的策略是這樣 它主要會用到的 函式庫 它會幫你載進來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用過那個Open有沒有 開檔 存檔 那個部分的話 常用 所以它會先載 但是呢 以這個Random它沒有常用 所以怎麼樣呢 它你需要都在用 那另外還有一種喔 就是說呢 你幾乎不見得會用到的話 而是你如果想要的話 你還要必須什麼 去把它從那個什麼 從網路上下載之後 到你的電腦裡喔 那才會存在的話喔 那你要另外 額外安裝 那個就是外部的一個 所謂的外掛啦 那外掛部分的話喔 像後面我們會用到 比如說讀取那個Excel檔案的時候喔 或者是說像統計分析 像Pandas啊 像畫圖什麼MassPriLab 那個東西的話呢 在我們電腦裡面 可能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呢 你要把它安裝起來 所以其實在那個 Python裡面有很多的模組是沒有的喔 那沒有怎麼辦 你要學會喔 如何去把那個模組喔 從網路上把它下載下來 安裝到你的電腦之後 以後還是要Import 其實還蠻多的喔 這就是所謂的外掛喔 那也就第一個啦 我們先產生一個RND是電腦幫我出的題目 所以剛剛應該出的是17 有沒有 所以RND裡面呢 就會放一個17的數字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寫呢 首先當然喔 寫的部分的話 中間這個才是關鍵啦 那關鍵部分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 你要寫的話呢 當然你如果用FOR回圈呢 來跑這個 跑這個敘述的話 因為我不確定說 到底你是拆幾次才會對啦 像我剛剛拆五次 可能厲害一點的話 應該拆個三次應該也會中啦 可是 這個 這個次數不確定的狀況下 那理論上呢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用FOR回圈 那FOR回圈呢 我們剛開始當然需要一個Input 所以喔 Input的話這個地方 當然我就請使用者說 請你幫我輸入一個1到20 這間的數字 猜一個數字喔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外面會包一個int喔 為什麼要特別包int喔 前面有我講過嘛 就是Input的這一個函數喔 他得到這個數字的時候喔 雖然我們輸入是一個10的數字 可是如果你用Input的話喔 他得到的會是10的一個文字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Input的得到的是一個文字喔 所以呢 如果假如喔 你沒有在外面包一個int 當然或者是說啦 你如果不用int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轉型函數 還記得吧 叫什麼 叫 EVO 有沒有 EVO的話是不分那個 整數跟小數點的 OK喔 那如果你沒有加的話喔 那放在g這個變數裡面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10的文字 那10的文字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拿到這邊來比較的話 那你會發現你永遠都比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喔 如果假設啦 這個地方你是一個17的一個數字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 你將來輸入的是17的話 OK 那你會發現兩邊是不能比的 因為17的話是 是前後有雙引號的17喔 所以喔 記得一定要轉型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 當什麼條件底下喔 它會進入 進入到那個回圈裡面 所以呢 特別是它是一個條件 當g不等於 特別是不等於的時候 那不等於寫成這樣喔 如果當 它輸入的資料喔 假如不等於RND喔 當然不太可能說 你第一次猜就猜17啦 如果你猜17的話呢 直接跳到這邊來 恭喜猜對了 但是呢 如果說 你今天猜了 那個第一次喔 假如說 不對對不對 比如說我第一個猜 猜10嘛 10跟17 當然不 不相等 所以呢 不相等的話呢 那當然呢 如果不相等的話呢 它會進入到 底下的 底下的 這個程式裡面 那它會做什麼 會告訴你說 到底是太高還是太低 所以底下的話 我有做一個敘述 如果呢 G怎麼樣 G是小於RND的話 G是你猜的嘛 如果小於那個 亂數的話 那它會顯示說 太低了 高一點 OK 那底下呢 你會發現喔 因為呢 你要讓它再輸入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變成 你必須要再填一個什麼 把這一段 再填到這邊來 OK 那反之的話呢 反之的話就是 如果不是大於他 那這樣一定 如果他 G 你輸入的資料 是小於 那底下的話 反之應該就大於 如果大於的話呢 那你Print的結果 就太高了 低一點 那一樣喔 還要再繼續幫我 幫我 拆一個數字 所以喔 反覆反覆反覆拆有沒有 再來拆15 那15的話呢 因為還是比17來的低 所以呢 它會跳這邊 有沒有 太低的高一點 所以這邊會輸出什麼 太低的高一點 那再來我說輸出18 18的話呢 輸入之後的話 那他會 得到的結果呢 當然這個地方就不會跳這邊的邏輯了 他會跳這底下 因為是他 輸入的資料呢 比 亂數還來大 因為亂數是17嘛 那我猜18 他會跳什麼 太高了 低一點 再繼續拆 OK 那反覆反覆拆了 拆到最後的話 剛好呢 結果呢 剛好就相等了 相等的話就Force 他就沒有 他就等於囉 等於的話呢 就跳到這邊 恭喜猜對了 OK 好 那這樣程式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程式的話呢 其實 基本上不難啦 主要是透過那個 快迴圈的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 利用這個什麼 你猜的 如果不等於的話 要做什麼處置 但是你會發現 以我的角度看 這個寫法其實沒有不對 但是會有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蠻囉嗦的 什麼地方 你會發現 這個G等於有沒有 INT input的這個 總共出現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有沒有發現 他重複出現三次 所以理論上 要是我來寫的話 我通常 我不會寫成這樣的敘述方法 我會怎麼寫呢 通常我會把它改一下 我不會把這個敘述寫三次 那你想說 老師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要讓它產生三次呢 其實我的寫法是這樣的 第一個 我會把這個敘述寫在畫耳迴圈底下 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底下 就是畫耳迴圈 當畫耳迴圈進來之後的話 我馬上問他 可是問題是說 老師你放這邊的話 那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輸入啊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會把那個畫耳迴圈後面這個邏輯 改成什麼 改成一冒號 就是畫耳一冒號 那你說 老師那畫耳一冒號不是什麼 一的話其實是true 或者你打一個true也可以 只是說打一個true 其實要打四個字 那如果打一的話 只要一個字 當然以那個打程式的精簡度來看 打一比較精簡 意思說 我要不斷的進入到迴圈裡面 那我上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有點像油門踩到底 油門踩下去 那如果說 你要離開的話 就是變成你要加一個brake 有沒有 brake 那什麼地方brake 其實就是當他猜對的時候 所以我底下 反正就是畫耳迴圈之後有沒有 然後 所以喔 在他的下一行就讓他輸入了 所以輸入的話就只要一個地方 那底下這兩個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有沒有 再拿掉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幅的邏輸 一幅這個地方就比較是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他變成他負擔所有的這個邏輯判斷 而不是在快回圈的後面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判斷的 如果 他 所以總共一樣有三個狀況 一個是 如果區域怎麼樣 他小於RND的話 那就print了這一個 那另外一種狀況是怎麼了 所以喔 我底下的話就改 這邊改成LF好了 LF後面的話呢 就把區域的小於 把它改成大於 這邊把它改成大於 OK 然後剩下來的話 那另外 總共其實應該 概括起來應該 拆的話應該會有三種結果啦 一個是 他拆的 比那個呢 怎麼樣 他這個亂數還要來小 另外一種是 他拆的比亂數還來大 另外還有第三種 他拆對了 對不對 所以喔 底下的話呢 就加一個LF LF就是他拆對的 那拆對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當然我們print呢 就直接把這個 恭喜拆對 直接放在LF的下方 好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我有講過喔 如果假如說他拆對的話 那這個程式呢 理論上就不能繼續跑了 因為你拆對了嘛 拆對了你還要繼續拆 那不是很奇怪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改的話 直接在這個下方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break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程式就完成了 如果說剛剛的寫法喔 跟這個寫法啦 我自己比較習慣這樣的寫法 而且比較邏輯敘述 也會比較直覺一點 所以以後啦 反正你要 跑一個 換回圈喔 我的習慣寫法 反正喔 我就先找 如果是要換回圈啦 那我就直接打 換一帽號 然後呢 輸入的話就直接在這邊輸入 另外的話 我要知道哪邊一定要break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換一帽號 裡面一定要break 如果你沒有break的話 那這個程式喔 是跑不出來的 OK喔 好 那我們來試看啦 所以其實改完之後 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東西有沒有 G等於Input的這個敘述 只會出現一次 第二個我們來試看 執行一下 請猜一個數字 一樣我就輸入10好了 太低了 太低的話 那就是再輸入15 Enter 太高了 所以 再刪去 11 12 13 所以四個數字 隨便猜一個13 Enter 恭喜猜對了 所以喔 你看 結果其實是一樣的啦 但是我其實覺得 這樣的寫法 比較精簡 所以未來 如果假設你看到那個 我寫壞文件 我通常會寫這樣子 先壞文件 然後再思考說 邏輯怎麼判斷 所以喔 以後的判斷呢 都會交給域符來做判斷 最後呢 記得 反正你要拆對的啊 那個地方一定要加一個break 所以喔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寫的這個 拆數字遊戲 在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原始版就是我剛剛寫的啦 就是一般 你可能在網路上找不到的那個寫法 通常會這樣寫 但是呢 其實喔 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是精簡版 有沒有 精簡版就是我剛剛改的啦 其實改哪些 你們兩邊自己參照一下 最大的差別應該是那個 input input這個地方 就把它擺在這邊 頭一定是這個畫一帽號 然後這邊一定要多一個break 這個break 這個break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break的話 那你這個程式就跑不出來了 OK 試一下這個部分喔 所以你可以先拿這個來改好了 原始版喔 原始版可以自己寫寫看 如果可以寫得出來 然後再改成精簡版 試一下 那這個寫完之後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 如果我只能讓它拆三次 如果它三次拆不中呢 就不能再拆了吧 誒 那程式該怎麼寫 只能拆三次喔 其實至少兩種寫法 一種是把它改成for回圈就好了 for回圈嘛 for I in range有沒有 一豆點四 就一二三 不能了 跑完了 沒有了 不能再拆了 for回圈 OK 第二種寫法是怎麼樣 你乾脆就在那個 換回圈裡面加一個計數 計算次數的一個變數 有沒有 每次跑一次就加1 跑一次加1 如果那個數字呢 假如已經等於3的話 那就break掉了 OK 你已經拆三次了 甚至你乾脆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了 這個 你要拆的數字答案是多少 那你已經拆三次 能不能再拆了 可是問題要怎麼改喔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 我是把它直接改成所謂的精簡版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限制拆三次 三次拆不中 抱歉不能再拆了 OK 試一下好了 好 OK